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开始就让身为大阪人而且在做旅游业的我好好为你们介绍大阪市的观光景点吧 大阪城是我们大阪市最重要的象征建筑 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古城之一 与名古屋城和基路城并列为日本三大名城 这座城堡建于西元1503年 也是日本战国时代 是封城秀吉的作品也是他的居所 大阪城在封城和德川时期进行了多次修建和改建 尽管在过去的历史上遭受了多次战火的破坏 但现在的大阪城仍然保留了一部分遗迹 包括鲁、门、石垣和窟 大阪城也有重建的部分 其中重要的结构是重建的天守 大阪城现在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光景点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游客可以参观城堡内的博物馆 了解日本战国时期的历史 并欣赏城堡周围的美丽花园 好了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更多的大阪市观光景点的以后再聊了 祝福各位好友有美好的每一天 欢迎点阅FB 按赞加好友 我们FB里见哦